你好,我是顧德科技,滿之前今天是在臨華的攤位介紹我們一個是馬達轉子的線上監測 那這個主要是用來針對我們工廠的一個轉子馬達培年設備 經過振動加速規去做一個長期的趨勢化的管理 那我們可以把這些振動的狀態的數據呢,設備的情況呢,上傳到網路上去 現在這邊的話是我們介紹一個machine learning 針對工廠的所有生產設備,我們可以透過振動加速規或是用電流監測去監測焊接的品質 像現在影片介紹的話就是一個點焊機的流程 那我們透過電流sensor把焊接的電流狀況收入到系統上面 那它會形成一個加工的一個pattern 那我們依照它的pattern去持續做它每件生產的流程做比對 所以當它有發生一些咬汗或是電流不穩的情況 造成焊接品質出狀況 那我們就可以在系統上呈現說它焊接的問題的時間點 OK,那其他地方就是像好比說有沖壓或是鍛造 還有這些設備,我們可以針對模具或設備的穩定度去做監測 那我們現在很多工廠要做線上監測的時候 第一個我們要知道說這個設備要裝哪些感測器 第二個是這些感測器要裝在哪些點 點位多的話是不是成本會增加 那這些裝了感測器的點位之後呢 這些數據回傳回來什麼是可以用什麼不能用的 都是需要非常地 後費非常長時間去做判斷跟檢測的 所以我們的系統的話就是可以在當下即時外掛一個sensor 然後去學習它整個生產的流程的動作圖形 那立即地去為產線上去做一些判斷跟檢測 讓你知道說這個設備如果說出現異常的話 它整個圖形是會產生變異的 那我們就知道說這個設備該進行維修或是做保養的情況 在供應監控上的話我們就是客戶很想要了解說 每個設備的運作生產的情況 然後還有它的設備的穩定度 是否會無預警的停機或是故障造成產線停止 那是一個很大的隱性成本的產生這樣子 那所以針對這個部分的話我們 顧德科技就是有提供Machining這個部分去做一個即時的判斷 針對不同設備去做監測 客戶關係像是在好比說半導體場的設備 像有一些Stoker的手臂呢 我們可以去做架sensor 然後把這個取放的動作或是移動的動作把它抓取下來 避免一些晶圓片的刮片或是受損的情況 我們可以及時的知道 並且讓後面的產品不會因為設備的損壞 造成後面的報廢或是一些破變的情況產生